如果你要建一个表单的话 一样是切到那个visual based 然后按右键的话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那表单当然 目前只有一个啦 未来如果说你要好多个的话没关系 你可以多个 多个表单 那多个表单互相切换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你按下按钮 你如果要切换到另外一个的话 只要告诉他说 他的名称叫什么 比如说他叫user phone 预设叫user phone 1 你后面加一个点show就可以了 点show就是把这个给show出来 那如果说你要把他关掉的话呢 就是点high hide high的就是他就隐藏起来了 OKshow的话就是把他打开来 关闭的话就点high就可以了 OK那这样的话如果 你有一个逐选单 然后呢你其他的话点了某一个他就跳一个 点了某一个就跳另外一个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在表单之间然后做切换的动作 好那上个礼拜我们把那个大概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按右键 我们就是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二的话呢我们就是我讲过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那外面部分的话呢 第1个就是这个表单 我们来做两件事情 第1个的话就是把他的那个caption 所以这边就是caption 把它改成成组织系统 这个caption呢指的就是这个 第2个的话呢就是他的big color 它的底色的部分的话把它改成 浅绿色的 所以两件有外嘛 外面OK了 第2个的话呢 由 左到右 左边到右边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是 再来就是 这个 总共会有4个 这个叫label 那label怎么做出来的 基本上就是利用 那个我们的工具箱 那工具箱你要点 点这边一下 它就跳出来 那实际上 是利用这个 大a 然后拖拉一个 那当然你其实你做好一个之后 其他的就复制就可以 复制我讲过就是你 按右键复制贴上也可以 或者是按ctrl 键 然后直接拖拉 我是觉得拖拉比较快 所以这个小技巧 然后呢里面的话大概就改了几个地方 包含第1个 一样是什么 caption 所以你会发现caption属性 那caption里面如果加姓名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1就改了 那2的话呢back color 如果你要改一样的颜色的话 这个 背后的颜色 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 你可以改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字的大小 预设太小了 所以这边有个矿车 那记得这个有个小小的按钮 你按一下它 它才会弹出来 然后把这里面的字 稍微把它改大 记得改大18吧 这只大小 那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你就复制 一个 再复制两个三个 它分别把这些名称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上面的名称 把它复制取消一下 那一样把它贴过来 这边的话 贴的话记得贴到这个 这个的caption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个是面试考 就有 三个成绩 有点像 人世观 他比如说评量完之后 直接就在Esser里面打分数了 OK 然后Enter一下 有没有 1234 那再来的话就是在这边用那个小a 小b这个叫文字方块 这个文字方块的一样拖拉 然后大小大概就这么大了 那里面的话就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 其实我建议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执行它你会发现 这个字好像有预设好像9号字太小 所以如果你打字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AA 你会发现 它因为格子很大 但是字太小怎么办呢 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这里面的字的大小 改成大概18号 那改字的大小怎么改呢 特别就一样 点这边 点 这个属性里面的哪一个呢 Font Font里面的话一样的按钮 那把它改大概18号字吧 跟它一样大 那在执行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字的大小就差不多了 把它执行 这个也是一样 不过 比较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反正你就做第一次的做法 你就一起改 这样会比较快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慢慢改 这样的话 把这个全部改成18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 把它一样caption 这个caption在这里 那我发现同学会比较 会比较有问题的应该就不熟啦 这些功能因为你要必须看什么属性视窗 里面这个有时候同学找的比较慢一点点 如果慢慢你习惯之后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原理原则 你把它改变 这个改了 然后呢 它的什么呢 颜色 字的颜色叫Fore Color 所以这个 这个改前面的颜色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的字的大小 字大小一样是这个Font 把这个改一下 至于其他我没讲到的话你也可以改 有没有像底色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底色啦你可以把Fore Color改一下 怎么改一样嘛 这边点一下 没有这个地方改这个颜色 马上变了 OK 还有呢 之前好像比较多同学问到问题 对齐方式 因为它的那个标签预设都是靠 靠 左对齐 就有同学说老师这边可不可以 置中对齐 放在中间 当然可以啊 怎么找 其实特别注意 它的外观相关设定 都在这个里面 那只是说差别是因为它是用英文名称 如果你可以把它变成中文名称来看的话 其实里面就会有一个对齐方式 那不过它是方式在T开头的T就是Test嘛 对齐是Alligman 所以这边有Allig 就是字的对齐啊 只是说 我是觉得比较麻烦就是 它是英文的 OK不会因为是Israel是中文版他就把它变中文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障碍的 但 如果你假设要把所有表单里面的功能都搞清楚 你可能就要稍微看一下 上面的英文了 那有些英文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你就查一下 我是觉得他应该帮我们翻译成中文才对 但是他没有 就麻烦 就跟那个 Israel里面函数一样 明明那个说明 前面东西 明明就是 应该变中文 他就是不是中文那你会变成说我们在学习就是一个障碍 但没有关系啊 我们知道是障碍 我们可以把它 克服的话 那你就学会了 所以答案都在上面 OK只是说有些可能暂时用不到 那你 可以 去了解 比如说这边 把他稍微拉开一点点 预设是laps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 其实 Test a league laps 所以你问他自装的话 就是那个center center 有没有 自装 OK 应该懂的意思 其他都差不多了 就真的 以前我怎么学 你不可能说照书上每个每个 就是我的习惯 反正每一个在上面用到的东西 我都去看一下他的属性有什么功能 不过好像 80%每一个都固定的 像back color 像border color这些caption这个固定的 那有一些是他们 就是不同的那个 上面的控制项 他们独有的 那你可能要慢慢去了解 那如果这些都能够掌握的话 以后你要做什么样的表单 就不是问题了 OK 那这个控制项有点是 感觉上就是有点像那个零件吧 那这个phone有点像是一个 一个layout就是一个平台 你可以 放一些东西上去 那未来你做好的就长什么样子 这些其实都很有弹性的 然后呢 做好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再按上面的执行 他就跳出来了 那但是问题现在程式还没写 所以 我们后面的话 第一个要先把这个表单设计好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可以让他执行起来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总不可能说 以后呢 永远都在这边执行 因为呢 如果你要让他跳出来的话 那你总不可能说 你档案给人家 然后呢 你有个表单 那你要让他执行 你要跟他讲说 你要开启visual basic 对不对 然后请你开启这个 开启完之后再按执行 那不可能吧 对不对 你一般给人家就是按下去方便就好了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启动 启动他哦 如果你要启动他的话 我们可能会需要在这边多增加一个按钮吧 那按钮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也许叫做启动表单 按右键 指定聚齐 我可能会需要一个启动表单 那名称也要启动表单 那按一下他 他就跳出来 诶 可是 怎么样呼叫他呢 我刚刚我讲过 如果你要把他秀出来的话 关键的地方就是 他的名称 后面加一个点秀就可以了 一行程式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个部分先做完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他启动起来 那启动完之后的话呢 下一阶段就是 让人家填资料 填完资料呢 可以帮我把资料放到Israel里面 OK 所以这部分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